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玉嬷嬷 听说你受了一些惊吓 身体无大碍吧 谢太夫进关心 奴婢无恙 老祖祖跟前 可不能少了你这个玉嬷嬷 太夫进啊 自从我寿臣之后 一直没见你进宫来走动 附上忙呢 不是忙 是心急 靖萱一天忙于顾悟 都顾不上自己的终身大事 我这个当额娘的替她着急 靖萱也到了成家完婚的时候了 不知福进心里可有何事人选呢 老祖祖 我看上了扎穆朗家的千金肃营小姐 人聪明 长得又漂亮 还很孝敬呢 嗯 我也听说了 素颖端庄贤 应该是个一世一家的好人选 可不是嘛 我已经早把她当儿媳妇看了 素颖这孩子不像其他的格格 恃宠而骄 一天没事就惹是生非的 我不喜欢那样的 福进听说什么了吗 哦 那倒没有 都是小孩子家乱嚼舌头 您不必放在心里 是啊 有的人就是宠不得 人说我宠美丽 还好美丽只是个性爽朗帅直 要不然我一定把她交到面前 好好教训一顿 哎哟 好了 好了 走 咱们前面走走 好 看来太夫妻也是不太喜欢美丽呀 待会儿 休息这几天 放他 你好些了吗 嗯 你笑什么 尽学哥哥关心我 我当然开心了 我当然关心你了 我还放不下你呢 特意来给你送这个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从小佩戴的平安玉佩 送给你 你从小佩戴的 你送给我了 那你自己怎么办呢 我会保护我自己 你就不一样 整天稀里糊涂的 我放不下你 希望这块玉佩 能保你平安 喜欢吗 喜欢 我喜欢 谢谢金轩哥哥 我一定会把他随时带着 贴身不离的 就像你时刻在保护我一样 来 我帮你带上 从今天开始 金轩哥哥 你就是我的专属贴身护卫了 那你一定会天天平安的 我还会每天乐呵呵的 我愿你遇见清晰 我愿你遇见清晰 为你一生重情 就求你知道我珍惜你 这能够光调及一生为你沉迷 就算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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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带你出去走走 你就等下你 我愿望再来 我一生 你的我愿望再来 你 应该你相与你 我愿望再来 我的乖 上我 你爱我 你爱我 不你改变 秦萱哥哥 你去哪儿了 给 这是什么 这叫糖糊 跟粽子糖一样好吃 你试试 真的很好吃 我会记得这是金萱哥哥的味道 我也会记得粽子糖 是美丽的味道 你也吃 让我们记得彼此的味道 鸡上那么多人 我就不吃了 不嘛 你吃一个嘛 吃一个嘛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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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庆王爷在街上呢 为什么吗 怎么又是没离那个狐狸境啊 我告诉姑妈去 走 去新王府 再吃一个吧 你抓快一点 大 干什么呢 一大早风风火火的 成何体统 公母 您还说我呢 都是你那个好儿子不成体统 桑珠 别说了 又怎么了 别惹太夫近生气了 算了 算了 美丽勾引表哥就这么算了 之前美丽才跟永和在庙里举止亲密 现在更严重了 她勾引表哥 直接在大街上拉拉车扯 等等等等 什么美丽 什么永和 怎么又把靖萱扯上了 啊 姑母 刚才我跟苏寅在街上逛 看见美丽跟表哥在一起吃东西 有说有笑拉拉车扯 根本就不避嫌 你说让别人看见表哥这样 这晴王府延连何存 有这等事 太不像话了 太夫近 桑珠 你们都别生气了 美丽格格刚进京 老祖宗让王爷陪他四处转转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表哥 表哥不会喜欢上美丽了吧 不会不会不会 一定是美丽那个狐狸精勾引表哥的 他就审偿这个 表哥肯定是爱于颜面 不肯得罪老祖宗 对 他就是爱于老祖宗的面子 所以他才应付他的呀 素莹 你放心 没有我点头 谁也进不了庆王府的门 太附近对素莹如此厚爱 素莹早就把太附近 当成自己的额娘看的 有什么话都毫不避讳地跟您倾吐 只是 美丽格格身份尊贵 素莹自知 没资格与他相提并论 你这孩子 不要妄自菲薄 你人品好又有负德 再说你阿玛在朝廷为官 怎么不能相提并论呢 就是啊 素莹 你怎么可能比不上那个野丫头呢 素莹天生鲁顿 不会讨男人欢喜 亲王爷看不上我 我也只能怪自己命太薄 没有这种夫妻 素莹啊 来来来 不要生气 你放心 等靖萱回来 我问问情况 好不好 谢太夫尽为我做主 高大哥 我说你们为了那个经书拼命也就算了 搞得自己还东躲西藏的 哎呀 难道那是个藏宝徒 我 恐怕比藏宝徒更重要 这关系到大清的生死存亡 一本经书 就能关乎大清的生死存亡 这也太悬了 悬的不是这本经 而是我们能怎么利用好这本经书 高大哥 您 您越说越学了 我都挺懵了 老百姓 向来都相信 地旁都拥有天命 我们制造舆论 让他们知道 这本经书 是历代皇帝传下来的 关乎到国运 只要拥有 九五之尊的人得到他 他必定能成为帝王 老娘 我老娘 不知 是 有名这些 是 不是 我老娘 是 那些事 吗 是 女儿 不然是 是 女儿 都没有 她 你有分寸不让我操心 我告诉你 我要你娑宿营当伏计 你该赔的是宿营而不是美梨 婚姻大事我自己做主 你真是放肆 从古到今婚姻大事 竟用父母做主 岂能容你忽然 可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不管你喜欢谁 我认定的就是宿营 宿营 怎么不说话呀 你想哭就哭出来吧 哭出来好受点 不要哭 弱者才哭 你怎么这么说 女儿受了委屈 你不帮她出气 还训她 受气就一牙还牙 哭有用吗 亲王爷真是的 明明知道太附近 忠于咱家宿营 她还这么对待宿营 你不心疼啊 这再这么说 她应该给宿营一点面子 这么标致贤德的女孩 她上哪儿找去 多少王亲贵族 想攀咱家的亲 我还看不上呢 朱口 成口奢之力负责之鉴 你现在应该安抚宿营的情绪 不是让你唠唠叨叨的 我 阿嬷 阿娘 你们别再为我吵了 现在还是想想 怎么挽回颜面 达到目的才是 你看看 面对问题当机立断 这才是我扎木朗的女儿 孩子 你打算怎么样 阿嬷 我想好了 既然美丽格格是贵族 只要我们能让她在贵族里 无法立足 那么 她对我就没有任何威胁了 说得好 鼓励了美丽 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没错 关键是让亲王爷 看到她不好 我就想不明白了 太父亲这么喜欢咱家宿营 亲王爷不是一向很孝顺吗 她怎么和她的额娘 不一条心呢 老爷 你得好好替咱家宿营 想想办法才是 孩子你放心 阿嬷一定给你做主 老祖宗 你也尝尝 怎么样 蛮好吃的 好久没有人偷偷买东西给我了 那太好了 以后我跟静萱哥哥出去玩 天天给你买好吃的 美丽啊 静萱带你出去了吗 挺好的 是啊是啊 她带我去游京城 我们一起看戏吃糖 好开心的 对了 她还把她的平安玉佩送给我了呢 跟你做什么 麦梦 你不行 你什么 你能不能 你还 singular 你还能干活 我 呀 我 你会 把你去 美丽啊 你从小没有兄弟姐妹 多个静萱 做你哥哥也挺好的 我才不要他 做我的哥哥呢 我喜欢他 我要嫁给他 静萱要娶你吗 倒是没有这么说过 不过 我觉得他挺喜欢我的 老祖宗 要不您下意旨 这样静萱哥哥 就能娶我了 美丽啊 静萱 她不适合你 她贵为王爷 在官场里 需要一个应对自如 长袖善武的福尽 你应付不来的 我可以学吗 老祖宗 您不是常常称赞我 说我学什么东西都好快的 我一定可以学好的 皇室的婚姻 不是两厢情月就可以的 还有很多考虑 皇家子弟 往往不能主导 自己的婚姻 我才不要呢 幸福是在自己手里的 未来是要自己掌握的 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追寻自己的真爱 我决定了 我的婚姻对象 一定要我自己来选 美丽 宫里的事情 不如你想象的简单 这件事我们改天再讨论好吗 老祖宗 我 是 嗯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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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清哥哥 您看 我家哥哥 现在还发着脾气呢 他一天都没吃东西 也没说话了 您快去劝劝他吧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嗯 这些花惹到你了 没有 那花既然没有惹到你 你为何要摧残它们呢 那老祖宗为什么要拆下我跟金轩哥哥吗 子清姐姐你知道吗 我喜欢金轩哥哥 金轩哥哥也喜欢我 可是老祖宗却不给我们止婚 你说多气人 没理 我想老祖宗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更何况自古啊 婚姻这事都是由父母做主 你呀 就安安心心地 等你的阿玛回来再说 对啊 我阿玛她肯定会站在我这边的 你想把塞家的死讯告诉承上 我有这个想法 我有这个想法 我几次都想把真相告诉美丽 却狠不下心 如果说 通过成意转述可能会好一些 不慎妥当 眼下成意正要迎娶子晴过门 要是她知道赛家的死讯 她怎么能够安心成婚呢 可是我们不能够瞒着美丽一辈子吧 他始终都要去面对的 等诚意的大婚完了再说吧 能够让美梨快乐一天 就多一天的快乐 静萱 我倒有一事想问你 您说 你是真心喜欢美梨呢 还是因为对赛家临死的承诺 回老祖宗话 我是真心喜欢美梨 望您能成全 你和美梨 都是我疼爱的孩子 你们两个相互喜欢 照理我应该为你们高兴才是 可是静萱 你有没有为美梨考虑过 美梨天真质朴 眼下不能应付 皇族复杂的关系 当不起亲王福尽 而且你额娘向我表示过 她中意的是素赢 如果贸然下旨 美梨日后 又怎么逃得你额娘的欢心呢 那婆媳之间 又怎么能够和睦相处呢 那我岂不是变成爱之去害之了吗 老祖宗 我觉得时间可以改变一切的 我正有此意 我暂时暗下不说 让你们看看 能不能经过时间的考验 等时机成熟再说吧 老祖宗 静萱心意已决 绝不改变 你真的看到美梨格格和亲王爷当街调情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素赢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是啊 是啊 我以前也看到了 看见美梨在大街上公然勾引我表哥 他竟然逼着表哥跟他吃同一串糖葫芦 实在太过分了 桑珠 你别说了 他怎么能这样呢 真丢脸 美梨这个土瓜 三番四次地纠缠亲王爷 他还真以为攀上了高枝 真是野花不知羞耻 娘娘 美梨格格毕竟进京不久 我想他还不知道咱们这里的三纲五常 富得伦理吧 娘娘改日何不送他一本女戒 让他好好研读研读 小顺子说得是 本宫协理后宫诸室 理应让每个格格都知书达理才行 如果都像素赢这么进退有据 又跟庆王爷这么登对 那本宫就不用操心了 对啊 花好月圆 人团圆 你快合成一成亲了 到时候不就人团圆了吗 我希望美梨和静萱 也能和我们一样 紫琴啊 今天你来陪老祖宗赏月 为的就是劝我成全这门婚事咯 主子 美梨格格和庆王爷相互有情 这成全了他们有何不可 我当然知道他们两相重义 但是皇室的婚姻不是单论感情的 也得看时机呀 美梨她还没有成熟 做事任性 怎么能够当庆王福晋呢 我私心是想啊 拖延一段日子 让美梨学得稳重一些 到那时候再谈婚论嫁 对美梨也好一些 老祖宗 您对美梨确实用心良苦 可是美梨性格倔强 我这会儿去跟她说 她未必肯听 老祖宗放心吧 我相信美梨她呀 一定能够明白 老祖宗对她的苦心 自我自然地 子晴啊 你也多费费心 好好交一交美梨 我也等着看这个好事 水到渠成哪 嗯 子晴明白 这儿 我 我 我可不可以先休息一下 我拿这个 觉得比拿弓箭还难呢 行啊 反正呢 习俗里贤德的姑娘家 成亲的时候 那些被套枕套 全都是自己亲手绣的 你要是不着急 就可以多休息一会儿 那我可不可以找人帮忙啊 自己的嫁妆 怎么能请别人帮忙呢 我不是教过你吗 女子四德 是婆婆选择媳妇的标准 这四德指的就是 副德 副言 副容 还有副红 这刺绣呢 就属于副红之一 你必须好好寻 好不 对了 哥哥 听说 苏莹小姐的绣工 可是十分出色 所以 庆王太附近 对她可是十分喜爱 你呀 可要加把劲努力啊 我知道了 是 没事吧 哥哥 不绣了 美梨 有些事情是急不得的 慢慢来 姐姐希望 你能通过刺绣 好好收敛一下你的心性 不是啊 那就算我学会了刺绣了 靳玄哥哥他额娘 就会喜欢我了吗 这人与人之间是跪在相处 你呀 没事 多去庆王府走动走动 亲近太附近 让她 能够感觉到你对她的孝心 我相信啊 不久之后 她就能改变对你的看法 好 玉如 什么事这么开心呢 回主子话 奴婢是替美梨格格感到开心 紫情格格温柔咸 美梨格格又听她的话 有她教着美梨格格 奴婢相信 美梨格格很快就能熟人为人之道 亲王太附近很快也能接受她了 太附近能不能很快接受美梨不好说 不过必要的时候 紫情在皇上面前是说得上话的 能替美梨多拉拢一份力量 就多一份成功的希望 主子考虑得果然深远 看来姐姐奇异确实进步不少啊 还是不及妹妹你来得专精 死奴才 娘娘恕罪 娘娘饶命啊 娘娘饶命啊 你怎么回事啊你 我这好好的一盘棋马上就要赢了 你这一跤摔的什么都没有了 奴才不是故意的 还请娘娘饶命 娘娘恕罪啊 妹妹 这一局是我输了 你就饶了小顺子吧 死奴才 还在我眼前惹我烦 下去吧 谢娘娘 谢娘娘 妹妹 这人生如棋局局心 你看好好的一个棋局 一个外力就全没谱了 这人生的事啊也是如此 如果横驾外力阻碍呢 其结果终究不如人意 姐姐有什么话直说无妨 也不得了 相信你也知道 美丽和靖萱两情相悦 老祖宗也很喜欢美丽 有意促成 我想我们应该遇成好事 不应横生枝节 姐姐此言诧异 据我所知 庆王太福尽重义的人 可是素赢 就算老祖宗再怎么袒护着他 也应该顾及太福尽的颜面吧 妹妹 姐姐希望你不要干预这件事 姐姐 你既然先来劝我 不如先劝劝你自己 美丽哥哥 这边请 美丽哥哥 您先坐着 有劳总管了 请 美丽 王爷吉祥 锦萱哥哥 你来了 玄秀 快去杯茶 是 你来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我也好出去接你 不用不用 我是特意来拜访太福尽的 子晴姐姐说我应该多亲近她 这样可以拉近我们之间的感情 对对对 试着道理 你先坐会儿 我去请额娘 哥哥 这王府好气派呀 哇 这里怎么摆了个观音像啊 好漂亮啊 住手 那就快快站起来 谁让你动我的观音 谁让你动我的观音的啊 万娘 不就是一尊相吗 赶明哥 我跟你请的更好的 你给我请一个 你知道我去靖音寺 一路上有多么艰辛吗 一口一败 一口一败 才帮你请了这宗观音 他能保佑你多子多孙哪 对不起啊 太父亲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明天我再去靖音寺 给你求一尊 你帮我求一尊 你是谁呀 你 莫奖 美丽 没事的 我去求求她 何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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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她也不是故意的 你何必动这么大气伤身体呢 说不是故意的就不是故意的 平睡在老祖宗那儿 就没有一点规矩 她要但凡对菩萨有半点敬重之心 就不会把她打碎了 何娘 她才进京几天 不拘小结也是情有可原的 再说 您当时那么大声 她不害怕才怪呢 您那就别生气了啊 我替她向您道歉了 不用 你不用替她在这儿道歉 老祖宗平时多么爱她 多么疼她 我管不着 可是她不要在我面前热事胜费 以后不要让她到京王府来 全少 能奖 送客 是 能奖 能奖 你说我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把那个观炎箱给打碎了 你又不是故意的 我相信啊 太附近慢慢地能谅解你的无心之过 别自责了啊 可她真的很生气啊 你都不知道 这次太附近 气得还打了我一耳光 她本来就不喜欢我 这下她更讨厌我了 你说怎么办啊 我要怎样才能扭转她对我的印象啊 好了 美丽 只要你真心实意地对待太附近 她一定会发现你的好的 正所谓京城所至今时为开 你人那么善良 又有一颗赤子之心 我想很快啊 她就会非常喜欢你的 真的吗 相信我 自行姐姐 幸好有你 不然的话 我都不知道在这怎么待下去了 傻丫头 好了 嗯 开心点 不要哭丧着脸啊 好了 嗯 好 好啊 朕 此次让你急愁良想 迅速运往西南战区 你果然不负朕的期望 此事办的事迅速稳当 不仅稳定了军心 还替朕打击了这个吴三桂的野心 算为朝廷立了大功一剑 好 失君之路 胆君之忧 但求能为皇上效力 不敢言功啊 皇上 嗯 扎木朗 你只要实心为朝廷办事 朕自然不会亏待你 谢谢皇上 说吧 你想要什么赏赐啊 不瞒皇上 老臣有一小女素营 对庆王爷是一向仰慕 这个 庆王太福晋 对小女也十分钟意啊 只是这庆王爷公务繁忙 两人的婚事就一直延宕未决 臣斗胆恳请皇上赐婚 因为老臣心中悬食 不愿意 老臣该死 不愿以此事劳烦圣心 亲王爷年少英雄 功绩彪禹 秦女自是高盘不起 皇上 只是老臣仅此一女 他的婚事一日未定 老臣心中就总不踏实 还望皇上恕罪 张毛郎 这 朕听说了 你有个好女儿是得丰甚家 不过赐婚这件事情 朕还是想听听庆王爷的意思再说 多谢皇上 老臣告退 皇上 紫芹哥哥到易坤宫去了 百家易坤宫 这是我们小时候玩的布娃娃吧 我记得原来是阿玛送给你的 我嚷着说喜欢 你就让给了我 后来玩着玩着 也不知道搁到哪儿去了 再喜欢的东西都有腻的时候 人也一样 妹妹 人和东西是不一样的 有些心地善良的人 是值得结交一辈子的 就像美梨 别跟我提她 你怎么就这么不喜欢美梨呢 我喜不喜欢她不重要 我只是怕她连累我们霍王府 皇上驾到 姐姐不到 皇上就从来不到 皇上几下 免礼 谢皇上 怎么 紫钦哥哥也来了 我正要离开 怎么 朕刚到 你就要离开 时禁赏午了 皇上 今天留下来 陪臣妾一起用膳吧 姐姐也会一起留下来 我 其实朕也是百忙难得一控 德公公 奴才在 皇上难得抽出空来 相信姐姐也不会扫兴的 再说了 饭总是要吃的 有天大的事等吃完饭再忙吧 是不是姐姐 好吧 皇上 真是太奇怪了 不就送个小布偶给金贵妃而已吗 怎么还不出来啊 大概他们说起小时候的事 这家常一聊起来 时间就长了 别着急 我们再等等 我就是不敢接近金贵妃 否则的话 我现在就冲进去跟她要人 让她别缠着紫晴姐姐 现如今缠住紫晴的 又何止金贵妃一个人呢 冷静紫晴哥哥一杯 好 谢皇上 谢皇上 皇上吃菜 来 吃菜 来 谢皇上 多吃一点 后来就要喂 好 bureaucracy 越来越西igu 再来 你可以吗 你快乐 我就是你 感谢观看